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肯定赖清德对两岸关系主张 大陆是否会终止ECFA协议执行 美台军事勾连动作频频等 近期两岸热点问题 陈宾华也应寻做了回答 近期岛内传言所谓美国在台协会 6月14号下午3时将邀集在台美国公民 讨论台海若爆发战争的撤侨行动 引发骚动 怎么看岛内的不安与担忧 另外在11号的立法机构备许会上 顾立雄将台军方所谓第一击的定义 称为首饰作战和防卫作战 顾立雄的说法绕来绕去 有何考量 两岸时事评论员赖月谦 张华带来全面分析 美国政府11号宣布 解禁乌克兰亚素营使用美制武器 此前美国官员认定亚素营部分创始人 信奉种族主义 有仇外心理和极端民族主义观点 因而限制 如今美方又称没有证据作出相关推论 美方着视金飞的背后 透露怎样的讯息 时事评论员杨夕宇 有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诗员 首先来关注 12号上午 国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 发言人陈兵华介绍了第16届海峡论坛的筹备情况 还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陈兵华介绍 本届海峡论坛 由两岸86家单位共同主办 坚持民间性 草根性 广泛性定位 延续扩大民间交流 深化融合发展主题 设置基层交流 青年交流 文化交流 经济交流 四大板块 安排系列活动50场 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 基本就许 论坛主委会邀请了台湾政党代表 主办单位代表 行业代表 社团负责人 以及工卿妇 科教文卫 龙鱼水利 民间信仰等各界嘉宾 约7000人参会 欢迎各位媒体记者 前往采访报道 近年来 民间的当局 在岛内不断操弄 所谓去中国话 但包括大陆电视剧 庆余年赛内的古装剧 却不断在岛内 引发收视热潮 多南卫视记者 也就此现象询问发言人 大陆电视剧 庆余年第二季播出后 在岛内 可以说是在先追剧热潮 特别是00后的年轻人 非常喜爱这部剧 在民进党当局 强推所谓 去中国话教育背景下 大陆古装剧 却在岛内 不断引发收视热潮 那么请问发言人 如何看待这种反差现象 近年第二季 在岛内受欢迎 充分说明 两岸同胞 同文同种 拥有共同的文化根满 容易对影视剧 等优秀文化产品 产生情感共鸣 千锤万机 还监禁 任何东西 南北风 流淡在 广大台湾同胞血液里的 中国文化基因 是民进党单局 台独失利 怎么搞去中国化 怎么破坏 两岸文化交流 都改变不了的 另据报道 颇受两岸青年朋友 喜欢的大陆演员胡歌 12号赴台参加文艺交流活动 在记者会上 陈兵华也介绍了有关情况 应台北市影音工会邀请 大陆演员胡歌 今天赴台北 参加对话青年活动 将与两岸的青年影视 创作者 对话交流 也将为两岸的青年朋友 提供一个难得的交流机会 我想保总到保岛 是两岸同胞喜闻乐见的好事 日前台陆委会对外宣称 台湾主流民意 肯定赖青德 对两岸关系发展的政策主张 反对大陆对台所谓复合性施压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回应表示 赖青德520讲话 是一篇彻头彻尾的台独自白 引发了岛内各界 对未来四年台海形势 更加紧张动荡的忧虑 事实再清楚不过 要和平 不要战争 要发展 不要衰退 要交流 不要分离 要合作 不要对抗 是岛内的主流民意 赖青德当局 自说自话 欲干弥彻 再次证明 其实岛内主流民意的背叛者 需要指出的是 我们的所有反制措施 针对的是台独分裂 和外部势力干涉 绝非针对 广大台湾同胞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 坚守民族大义 顺应历史大事 认清台独分裂的极端危害性 坚决抵制 反对任何台独分裂行径 和外来干涉 以实际行动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和自身安全扶持 另外 大陆方面决定 进一步终止 ECFA部分产品关税减让 多个岛内工商团体要求 赖清德当局 尽快与大陆方面协商 避免整个协议被终止 针对大陆是否会终止 ECFA协议执行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 也做出了回应 ECFA是在九二共识 共同政治基础上 签署并实施的 与ECFA有关的任何问题 都可以在九二共识 基础上 通过两岸协商 予以妥善解决 但如果赖清德当局 罔顾民意 甚至制造更多问题 我们支持有关部门 依照规定 研究采取进一步措施 针对大陆方面决定 进一步终止 ECFA部分产品关税减让 明基纳当局试图淡华 岛内相关业者担忧 和对当局不满 还称后续冲击 在可控范围内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表示 明基纳当局 既然不希望终止ECFA 就应改变谋独挑衅做法 冲击是否可控 岛内相关业者 最有感受 也最有发言权 而不是民进党当局 空嘴博舍 闽南话叫 堪锤博击 所能遮掩 民进党当局 既然不希望终止ECFA 就应该改变谋独挑衅的做法 消除对大陆的贸易壁垒 恢复扩大两岸经济正常交流合作 国防部长董军在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 多次就台湾问题表明严正立场 备受关注 民进党对此妄言称 大陆应立即放弃对台所谓文攻武贺 与蛮横打压等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回应表示 台独分裂及外部势力干涉 是导致台海兵凶战危的最大火源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历史经纬清晰 法理事实清楚 民进党极力贴靠配合外部势力 企图通过编造所谓应对大陆威胁等虚假叙事 愚弄岛内民众误导国际视听 众所周知 台独分裂及外部势力干涉 是导致台海兵凶战危的最大火源 近一段时间 美台军事勾连动作频频 美方日前批准3亿美元对台军售计划 近30家美国军火商组团窜台 参加防务产业论坛 还有消息披露 美国防部成立秘密项目小组 加速对台军援协调 台防务部门还声称 美对台军援未来将更加制度化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敦促美方 应停止售台武器 停止武装台湾 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 包括对台出售武器 不管是军售 军援 还是其他什么名目 都是想把战火引向台湾 用心想案 民进党当局万图以外谋独 以武谋独 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器 给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祸 日前 日本政府公布了拟定将冲绳 仙岛诸岛武士丁村居民 疏散至九州各县和山口县的计划草案 有台媒称 日本政府制定相关计划 是为了应对所谓台湾有势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驳斥 有关国家不应以任何形式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有关国家如果真心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 就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其次鲜明反对台独 不以任何形式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 日前到台湾地区访问时望言称 所谓台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有媒体评论说他飘了 应该尽快给大陆一个说法 黄仁勋之后表示 其并非发表地缘政治评论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表示 希望黄仁勋能够好好补补课 对于这种极其错误的言论 大陆民众 网民 已经纷纷表达前列不满 我要前调的是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历史经纬 清晰 法理事实 清楚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 过去不是 今后更不可能是 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和国际关系的基本产实 希望他好好补补课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湾岛内 近期岛内盛传 所谓美国在台协会 要在台美国公民讨论撤侨行动 引发民众骚动 然而民进党当局 与美方的军事勾连 却没有因民众的忧虑而停止 11号 台防务部门主管顾李雄 在台立法机构接受质询时 大谈所谓台美共同生产武器 所谓行使自卫权云云 近期 岛内盛传 所谓美国在台协会 发出电子邮件 6月14号将邀及在台美国公民 讨论台海若爆发战争的撤侨行动 引起民众骚动 面对媒体的询问 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回应称 这封电子邮件的通知 只是例行开会 与在台美国公民 讨论一般性事务 去年3月 就有台湾媒体报道 所谓美国在台协会 有撤走美国公民的计划 美国在台协会当时的回应是 只针对一旦发生天灾时的部署 去年6月 美国《信使报》报道称 担忧台海紧张局势升级 美国政府正制定在台美桥撤离计划 日本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等国 也传出部署从台湾撤侨 时隔仅一个月 去年7月 台军方举行汉光军演士兵演练 又传出依照美方建议 首度纳入撤侨行动 如今所谓美国在台协会 发出的一封电子邮件 又再令台湾媒体和民众一阵紧张 香港中评社评论指出 由此可见 战争已成为台湾民众心里最大阴影 马照跑 舞照跳 只是假象 尽管岛内民众忧心忡忡 台当局却依然罔顾民意 在台美勾连的路上一意孤行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 11号率台行政团队成员 赴台立法机构进行施政报告 并接受质询时 中国国民党及明代王洪威提问 美国对台军售延宕 金额已将近200亿美元 希望台防务部门应该更积极处理 对此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回应表示 部分军备可能由台美共同生产 话音未落就被卓荣泰打断 今年年底以前我们会接受 38辆M1A2的战车 我们寄望在2026年的年底之前 66架就可以全部交易 所以部长能不能更积极一些 有关于对于美国军售延宕的部分 我们可以更积极 跟委员报告 我们现在朝另外两个 第一个就是可能的一个 共同生产的这个方向来进行 报告委员 容我说一句话 这也许牵涉到很多的国际情势的问题 当国际有一些重大的军事活动在进行的时候 有乌克兰 影响到我们的时间 但是我是觉得细节的问题 我们也不要因为在这里谈到太多实陈细节 这样是不是会增加其他的困扰 当天的质询中 民进党籍民代邱志伟问到所谓第一机 与所谓自卫权的界限 邱志伟指出 日前顾立雄声称台军方没有第一机 只有所谓的自卫权行使 这与前台防务部门主管 邱国正的第一机定义是否不同 所以你是用自卫权的方式 而不是过去邱国正部长所说的第一机 跟委员报告 我们是首次作战跟这个防卫作战 我们 那你的自卫权 不能够 没有 你的自卫权跟几个月前 邱国正部长所说的第一机的概念 就不一样 我觉得邱部长大概当时谈的第一机 应该是在于我们遭受到攻击的时候的自卫反击的 他没有说攻击 他只要说 没有 不需要发炮 不需要攻击 对于顾立雄所谓行使自卫权的言论 国大办发言人陈兵华 1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予以驳斥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何来所谓的自卫权 民进党当局 万想给我们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正义行动 划线设计 完全是不自恋力 我们严正警告民进党当局 不要玩火 胆敢侵击万动 只会自取灭亡 相关话题 我们来请教来时事评论员 首先要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张华先生 所谓美国在台协会讨论撤侨行动的传言 为什么会引发担忧与骚动呢 我们姑且不论美国在台协会这样一个会到底是例行的 还是真的在讨论在台的美国人撤离的问题 那本身这样一个事件在台湾岛内引发巨大的一个骚动 确实是说明了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 触动了台湾岛内的神经 我们知道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 由于在台湾岛内执政的是民进党 民进党在台湾岛内搞各式各样的态度分裂活动 引发了台海地区的紧张形势 那这种台海地区的紧张形势 到底紧张到何种层级 大家有不同的一个判断 尤其是我们看到很多台湾岛内的民调都显示是说 可能有部分台湾岛内的民众并不担忧两岸 因此而生战和生乱 那这样一个美国在台协会 这样一个所谓的要撤离在台美国人 这样一个会议的召开 实际上就触动了这部分人敏感的神经 也就是说台海地区如果说 因为台独分裂活动 以及与外部势力的勾连 触犯了我们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的话 台海地区的生战生乱是完全可能的 那这就破除了民进党以及美国部分人士 操弄的说在台海地区不会发生战争 这样一个谎言 而且我们也看到赖清德在参选期间 也多次的声称说 在他人内不会发生战略等等 这种谎言可能真的要被戳破了 第二个层面 实际上也就是说 对于美国会不会协防台湾 这样一个谬论或者一个谎言 也被彻底的一个戳破 我们知道过去几年 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在内 已经多次声称说 要所谓的协防台湾 可是每次拜登这样一个言论说完之后 美国白宫的发言人或者说他的安全部门的负责人 都会站出来进一步的纠正说 拜登的这样一个说法是有所谓的奇异的 并不完全表明了美国的政策立场 美国仍然是采取所谓战略模糊的这样一个立场 但是拜登以及其他美国国内挺台势力这种言论 多次的被台湾岛内的势力所操弄 认为说如果台海地区发生战争 美国一定会尽全力的所谓的协防台湾 炒作这样一个言论 也使得台湾岛内民众对于台海地区的战争 以及战争的一个后果 没有产生非常深刻的一个反省和认识 那现在美国在台协会这样一个会议的召开 显示说美国随时可能逃跑 现在美国驻台机构的这样一个民间的组织 竟然来开会商讨要撤离台湾 也说明美国并不会进行所谓的协防台湾的动作 因此现在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事情 背后却戳穿了民进党以及美国在台湾岛内编制的谎言 所以说哪有什么与台湾共进退 美国撤回他们的武器 撤回他们对台海的贪念 撤侨只会是纸上谈兵多此一举 谢谢张华先生 那我们再来请教台湾史评论员赖岳谦先生 我们也看到在昨天的台立法机构备询会上 顾立雄将所谓第一机的定义 称为首饰作战和防卫作战 他这么绕来绕去的说 究竟有怎样的考量呢 顾立雄自己都搞不清楚什么叫做第一机 因为蔡英文也搞不清楚 蔡英文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就说如果进入十二海里 就把他打下来 那什么情况下可以打下来 也没有说得很清楚 然后是授权给谁可以直接做决定 是第一线的这些飞行员自己做决定 还是第一线的海军的官兵 还是第一线的海军的舰长 他自己做决定 还是要请示哪一个单位层级的指挥官来做决定 或者是要报到防卫部门的负责人 那都没有说清楚 没有讲明白 所以大家莫衷于事 因此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 问题就在于你今天的讲话 是不是已经成为三军的指挥的交战守则的第一条呢 这又不确定哦 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的政治人物 在立法部门讲话的时候 是颠三倒四翻来覆去 今天这样讲明天可能又改口 可是对于军人来说的话 他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 一个指挥一个动作 没有给他明确的命令 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现在的情况还是又回到原点了 那这第一级到底是被打之后 才能够开第一枪 这叫做自卫反击权 那也就是要先被打 你才能够开第一枪 那这个叫做第一级 那这样的一个授权 是由战事直接做决定 还是要经过回报 例如说爱国者的导弹的这些军官 指挥官 他到底要下令来攻击 还是不能下令来攻击 也没有一个确定 所以我们看到连第一级都搞不清楚的 这个顾立雄 他的外行已经更加的被板上钉钉了 也就是他的刻板印象 就是外行的防务部门的负责人 文字游戏变来变去 顾立雄在反复的纠结中迷失 自己身为台防务部门主管 可以做什么 应该做什么 谢谢蓝月谦先生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头皮向生态系统 头皮问题要从源头解决 新海菲兹头皮系列 含布和唇果酸 配方根源改善头蟹 头油异味 去蟹护头皮 当然海菲丝 保护生物多样性 珍爱森林 珍爱湿地 美丽家园 精心呵护 尊老为德 敬老为善 生活中细菌无处不在 常威胁孩子健康 还好有舒服家 新洗手液 异军保护高达99.9% 更有新沐浴路 12小时深入保护 舒服家 健康专家 护全家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 我们再来关注 台行政机构针对台立法机构改革案提出复议案 其韩文在上周四送至赖清德办公室 11号赖清德核可了复议案 这意味着台立法机构改革案的攻防又将进入新的回合 一旦进入到这个程序之后 我们只有完全依照程序 阵阵当当 自自然然的去面对复议案 据台湾媒体报道 赖清德11号核可台行政机构针对台立法机构改革案提出的复议案 并将发函通知台立法机构 换句话说 台立法机构在收到韩文后 15天内要进行表决 预估最快表决的时间点将落在18号 我们当然希望是明天开程序文会的时候 并跟议程 看是不是能在下礼拜二的时候 就是进行这个复议 改革不是针对哪个政党 而是针对立法院要进步 政府官员不要说谎 为了就是消除过去 层出不穷的官商勾结 值得关注的是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台立法机构本周程序委员会轮值赵伟 中国国民党及明代吴宗宪日前特别更改议程 将收案时间改为11号中午 12号召开程序委员会 但赖清德办公室和可复议公文 约于11号下午5时30分 才抵达台立法机构 等于拖过了本周台立法机构 程序委员会可排案的时间 必须下周二6月18号 才能正式将复议案排入 而依照台湾相关规定 台立法机构应于送达15日内作成决议 也就是最晚必须6月25号深夜前处理复议案 否则复议案将自动生效 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赵傅昆奇痛批 赖清德和卓荣泰做事有失光明磊落 台行政机构讲要复议讲了这么久 竟然刻意拖过台立法机构 程序委员会收案时间 复议期15天就被没收了7天 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副书记长林思敏表示 如果民进党抵制会议拖到午夜也不是没可能 国民党要预防的是 民进党可能在表决当下瘫痪意识 拖延时间 国民党团将会严防此事发生 不会让民进党及民代再度影响正常意识进行 针对台立法机构改革案的复议 民进党喊出要在全台22线市分两阶段开讲 国民党也随即宣布 将从15号起举行台立法机构改革说明会 首场宣讲职工赖清德本命区台南市 台湾民众党则喊话举办三场电视辩论会 我们继续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 首先还是要来请教张华先生 我们看到赖清德核准台行政机构提交的复议理由书 那么请问赖清德做出这样的动作 是否在您的意料之中呢 首先我们知道在6月6号 台湾行政部门已经通过了所谓的一个复议案 那我们知道现在台湾岛印的行政部门 以及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周农泰 本身是一个服从性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团队 赖清德之所以选择周农泰 做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 就是看中了周农泰能够在任何事情上配合 听从赖清德的很多说辞 因此自从6月6日那一天 台湾行政部门通过这样一个复议案 就表明当时赖清德已经决定要搞这样一个动作 因此6月6号那样一个事情 本身不是周农泰的那个看法 背后就是赖清德在背后下知道其 那现在赖清德在所谓的11号 在通过或者说签署 同意那本身尽是一个流程而已 那现在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 赖清德现在这样一个动作 一点都不出乎大家的意料 第二个层面我们来看赖清德本身的一个政治的个性 我们知道在此前他在担任台南市长的期间 曾经200多天不进台南市议会 显示了他性格当中顽固固执的一个层面 那现在面对台湾岛内立法机构的改革这样一个案子 为这样一个改革的案子 本身是要使得台湾的社会变得更加高效 更具监督和制衡 可是呢 对在赖清德眼中看来 是对他这种用权力的一个限制 于是乎他一定要把这样一个案子给推翻掉 方式之一就是要搞这种所谓的复议案 因此从他这个政治个性来看 也一定会把这样一个所谓的复议的案子 继续地推行下去 那再从另一个层面来看 现在赖清德实际上刚刚善论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竟然在岛内事务 事外事务 以及两岸关系上跌遭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 他要寻找一个所谓的一个突破点 而他认为的能够实现有效突破的 就在台湾岛内压制蓝白势力 在台湾立法机构 对他这样一个监督 因为他可以包括 现在推动所谓的复议 或者接下来 要发动台湾岛内民间的力量 对蓝白势力施压等等 因此不论从哪个层面来讲 赖清德也妄图通过这样一个 所谓的复议案 能够实现在台湾岛内政治 更大的一个掌控力 立于雄心的赖清德 作为幕后操盘手 不达目的 怎么会善罢甘休呢 走上了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位置 他更加不知收敛了 谢谢张华先生 我们再来请教赖岳谦先生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 党团总招福昆奇痛批 赖清德卓荣泰 做事有时光明磊落 没收七天赋议期 赋议案恐压线表决 那么您研判 在接下来的护杠之中 绿营还会使出什么歪招呢 攻防战在立法部门里面 大家都是根据意识规则来进行 当然首先要有意识规则 其次就是大家愿意 把意识规则当作一回事 再其次就是大家愿意 遵守意识规则 那对民进党来说的话 当意识规则可用的时候 他就用 当他不可用以后 他就把它践踏 那过去这么多年来 民进党当局一向如此 好 那现在在立法部门里面 民进党已经成为少数党了 国民党也没有过半数 但是国民党跟民众党交易合作 就超过半数了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次 立法部门的改革案中 三读已经通过了 那你如果行政部门 你觉得自爱难行 你提交给领导人说要复议 那复议是15天之内你要提出来 而且15天之内要表决 那当时你行政部门的负责人 没有在第一时间就马上提出 我要提出复议案 那么15天内启动 结果一直拖 一直拖 拖到第七天的时候 那么突然间在下班之前 也就是公文收稿之前5点30分 突然间提出复议案 要进入程序委员会 那当然对傅昆奇 国民党的总召来讲 他就相当的不以为然了 更何况民众党的黄国昌 已经讲得很明白 说如果复议案一旦不过 你卓榮泰你要之所进退 那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下台一举功 我觉得国民党可以跟民众党 在这个部分再继续合作 也就是一旦复议案没有通过 也就是只要是绝对的 二分之一的立法部门的人员 他们决定维持原案的话 那你卓榮泰就应该要率领 你的阁源全部要总辞 我觉得目前的攻防战 应该放在这个上面 也就是你卓榮泰跟你的阁源 你要背水一战 然后这个时候 你国民党要强力地动员 跟民众党紧密地合作 然后每一个票都不跑掉 通过这个否决行政部门 所提出来的复议案 我想后面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做 国民党要绷紧神经 防止注意民进党在这段时间内 胡搞 下搞 如今风水轮流转 民进党唯我独尊的观念 确实窥然不动 作为傲部艺术家 麻烦制造者 绿营不到最后一刻 恐怕是不会善罢甘休 谢谢蓝月谦先生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回到海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伴思伴依 行业物力维艰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展向国际 美国政府11号宣布 解除乌克兰亚素营使用美制武器的禁令 称这已由俄罗斯认定为恐怖组织的武装力量 没有严重侵害人权的记录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 美国政府转变立场 显示美方不惜一切手段 企图遏制俄罗斯 并且把乌克兰作为工具 据了解 亚素营组建于2014年 最初是由志愿者组成的武装 现已成为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12特种旅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 亚素营在马里乌布尔等地作战中 扮演重要角色 俄罗斯一直指认亚素营犯有暴行 2022年正式认定亚素营为恐怖组织 而美国方面一直以来 也禁止亚素营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 其原因是 美国官员认定亚素营部分创始人 信奉种族主义 有仇外心理和极端民族主义观点 同时美国法律也有规定 政府不得向严重侵害人权的外国部队 提供武器装备和训练 对于此次拜登政府突然解禁亚素营 美联社分析称 当前战场形势对乌克兰不利 此举可以加强乌方的作战能力 当地时间11号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在记者会上称 美国政府这一决定极为负面 亚素营是极端民族主义者武装组织 美国政府转变立场 显示美方不惜一切手段 企图遏制俄罗斯 并且把乌克兰作为工具 另据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的消息 俄北方舰队在大西洋海域 使用高精度导弹武器进行了演习 演习中舰队出动了 喀山号战略核动力潜艇 以及配备有 高时高超音速导弹的 戈尔什科夫海军援帅号护卫舰 演习期间 俄海军通过计算机模拟的方式 对使用高精度导弹武器 攻击600公里外海上目标 进行了演练 与此同时 由喀山号和戈尔什科夫海军援帅号 以及两艘支援舰组成的舰艇编队 还将于6月12号至17号 停靠古巴哈瓦那港 开启对古巴的正式访问 并计划与古巴举行联合演习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称 敌港舰艇均未携带核武器 在古巴的停留 也不会对地区构成威胁 这次访问是俄罗斯和古巴之间 国际合作活动的组成部分 俄海军舰队此行 引起部分美国人士的焦虑 多家美媒提到 早在苏联时期 古巴就是莫斯科的重要盟友 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 还引发了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另有美国官员表示 这将是俄罗斯对美国支持乌克兰的 更广泛回应的一部分 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博士的 时事评论员杨希宇先生 杨先生 关于美国宣布解禁乌克兰亚素营 使用美支武器 想请教您 为何美方突然解禁了 多年前华盛顿实施的禁令 而此前限制是因为 美国官员认定 亚素营部分创始人 信奉种族主义 有仇外心理和极端民族主义观点 而如今又称没有证据显示 那么美方着视经非的背后 透露出了怎样的讯息呢 应该讲第一这一次的解除对亚素营武器 这个禁止使用的禁令 是美国整个现在对乌克兰军队使用美国武器 政策调整的一部分 比如说以前在俄乌冲突初期 美国虽然一方面大力的军事援助 军火援助乌克兰 但是另一方面 给一部分关键的军火装备 设定了严格的这种限制条件 比如说海马斯 那么不给这个远距离打击 还有就是所有的美国的武器 不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那么现在这些的禁令都在放松 因此就是现在 随着一系列的武器使用的放松 然后再加上对这次的亚素营 可以使用美国武器 这个是整个美国武器 放松对乌克兰军队放松 使用美国武器禁令的一部分 而这样的一个调整本身 其实与最近的俄乌冲突的战局有关 就是以前的时候 对乌克兰有些限制 是因为整个的战场 乌克兰军队略战上风 略战主动 但是最近一个时期 这个战场态势发生逆转 尤其是在东北部战线 那么乌军处在十分不利的境地 为了防止乌军在整个冲突当中 进一步的陷入被动 甚至被打败 所以美国包括西方国家 开始调整武器的使用规则 而亚素营的禁令 实际上是整个放松的一部分 它是服务于美国 俄乌冲突的战场全局需要的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亚素营的调整 我们能看到第二 就是能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 赤裸裸的双标标准 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对于亚素营 也是很有忌惮的 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 美国武器源源不断进入乌克兰 但是绝对不能让亚素营 使用的一个原因 但是随着现在战场的变化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亚素营本身没有变化 它的政治立场 政治态度 包括种族主义的一些表态 没有变化 谁变了呢 就是美国变了 而美国的这个变化本身 不仅反说双标 而且更加突出的暴露出呢 美国对于一些 所谓的这个政策原则 它的根本出发点 并不是出于道义标准 正确标准 而是出于利益标准 同时我们也都看到了 美西方对于俄海军 这一次行动 给予了高度关注 甚至是屡屡的在报道中提到 62年前的古巴导弹危机 那么俄海军编队防古巴 为什么会让美西方感到紧张呢 首先呢 就是因为地缘安全原因 我们都知道呢 古巴 比如说古巴首都哈巴那 那么距离美国海岸的直线距离 只有180公里 那么如果这个携带有 无论是核弹头的导弹 还是这个常规导弹 特别是在俄军 海军呢 已经装备了超高音速导弹的 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在近在180公里左右的距离 那么发射任何规格的导弹 那么对于美国来讲 都是防不胜防的 因此呢 古巴向来就被美国 视为自己的禁区 就是任何的大国的海军力量 包括战略投放力量 如果进入古巴 虽然不是美国的主权 是古巴的主权 但是都被认为是对美国的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 1962年爆发了一次震惊世界的 加勒比海导弹危机的这个根本原因 那么现在当俄罗斯的海军 再度进入古巴时候呢 不仅引起美国 其实也引起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关注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第一呢 就是俄罗斯这样的一个锈鸡肉 实际上呢 是一种实战演练 就是在必要的时候 那么有可能把这个舰队 潜出到美国这个抵近前沿的这个海域 那么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行动 第二呢 就是这也是对当俄罗斯的海军 在美国的门口锈鸡肉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盟国观察 美国应变能力 应战能力的一个窗口 那么这样的一个美国应变 和美国的这种处理能力呢 其实也是美国对于盟国的 所谓战略信誉度的一个严峻的考验 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所有的盟国 都是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 而当美国自己也受到核威胁 或者是战略投送威胁的时候呢 那么如果美国自己都处理不好 那么他这个所有的盟国 对于美国的所谓核保护伞的 这种信誉度就会大打折扣 因此这一次的军事演习 虽然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但事实上呢 这是为未来爆发更大冲突呢 提供了一个所有相关利益相关方的 一个观察窗口 谢谢您的解读 我们先休息一下 海峡新干线稍后继续 中国发明专利 采用驱救生心疗法 穿透甲板深层杀菌 去病甲 生心甲 25年专注灰指甲 得了灰指甲 一个穿染俩 反反复复 去不掉 去不掉的灰指甲 赶快用晾甲 乐泰晾甲 发展生态科学 建设生态文明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 可以通过福建IPTV宽带智能电视 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 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 我们再来关注 当地时间6月11号 美国联邦陪审团 裁定总统拜登之子亨特·拜登 面临的三项联邦枪支重罪指控 全部成立 认定他违反了 旨在防止吸毒者拥有枪支的法律 这是美国现任总统子女 首次被裁定有罪 三项重罪指控显示 现年54岁的亨特·拜登 在2018年构枪时 在一份联邦构枪表格上 没有披露自己非法药物使用 或对麻醉品成瘾的情况 并非法持有枪支11天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 亨特·拜登可能面临 最高25年的监禁 和75万美元的罚款 对这一案件的宣判 可能将于10月中旬进行 但法律人士指出 根据联邦司法部门的量刑指南 鉴于亨特此前没有重罪前科 即便被陪审团裁定 所有罪名成立 他也不大可能被判入狱 而除这起非法持枪案外 亨特·拜登还面临 税务犯罪的指控 这一案件将于9月 在洛杉矶开庭审理 美国总统拜登 在陪审团裁决宣布后表示 他将接受此案的结果 并在亨特考虑上诉的过程中 将继续尊重司法程序 拜登在日前的采访中表示 如果儿子被判有罪 不会对其予以赦免 此外拜登在一份 简短的声明中称 吉尔和我爱我们的儿子 我们为他今天成为这样的人 而感到骄傲 耐人寻味的是 拜登还于11号下午出席了活动 讨论枪支管制问题 鉴于亨特·拜登 是美国历史上 首位接受刑事审判的 现任总统子女 此案引发了广泛关注 美国广播公司指出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审判 有分析讨认为 亨特受审 预计将成为拜登的沉重心理负担 对他的连任竞选 造成不利影响 我们继续来请教 时事评论员杨夕宇先生 杨先生 继特朗普成为了美国 第一位重刑犯前总统之后 拜登成为了首个 在任期内子女背叛有罪的 美国总统 那么您如何来看待 美国政坛的这一些怪象呢 这个怪现象呢 确实在美国200多年的选举当中呢 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美国的一些媒体戏称呢 与其说今年是总统选举大战 莫不如说呢 是两个总统候选人之间的 这种司法大战 因为我们都知道呢 就是目前这个竞选双方 各背了一个形式诉讼的大包袱 一个就是竞选人本身 本人就是特朗普 还有一个呢 就是另一个竞选人 虽然不是本人 但是是他的非常直系的亲属 就是他的儿子 那么这样的两个诉讼 先不管是非如何 结果如何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两个诉讼的案件 系列案件呢 实际上越来越紧密的 同大选卷在了一起 而从美国的立国的这种 原则和法律的设定而言呢 我们都知道美国向来标榜 司法独立 政治不干预司法 那么司法和政治分离 这个是美国所谓的这个普世价值 的重要条款之一 但是现在今年的这个大选 总统大选变成了这个司法大战 或者说呢 总统大选越来越卷入了 司法大战的这种因素的时候 不仅反映出呢 美国的这种政治制度 它的设计和结构的扭曲 而且越来越反映出什么呢 就是当前的这种选举 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选举 而是美国多种利益 政治利益 经济利益 包括法律关系利益的 混在一起的一个 错综复杂的矛盾的爆发 那么这样的一个矛盾的爆发 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呢 不仅反映的是 美国选举制度的危机 其实呢 也反映出了美国政治制度 越来越滑向危机 谢谢杨夕宇先生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 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概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概线 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宁直基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 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概线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波TV 今天的海峡新概线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